大家好,今天迪迦奥特曼来到面包超人的汉堡店 他要来买美味的汉堡套餐 他按下了红色的按钮 哇,掉出来了一个绿色的崎岖蛋 这里面会有什么汉堡套餐呢?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打开之后,这里面有一个三明治 那你们喜欢吃三明治吗? 这个三明治里面还有红色的番茄 还有绿色的蔬菜 看起来很美味呢 除了三明治,这里面还有一个贝利亚的手指丸偶 贝利亚看起来好迷你,好Q啊 那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 原来是凯蒂猫的果汁饮料 这是橙汁 那你们喜欢喝橙汁吗? 迪迦奥特曼又来吃掉这个美味的三明治 嗯,好好吃啊 这里还有一杯饮料 迪迦奥特曼准备把这杯饮料给贝利亚喝 贝利亚看到有美味的橙汁饮料 她跳起来 把迪迦奥特曼给的饮料一口气喝完了 她觉得身上有股神秘的力量 突然,贝利亚变成了一个奥特蛋 好神奇啊,让我们来看一下 她的身上有红色的条纹 还有紫色的水晶 这应该是贝利亚的 让我们变形来看一下 是不是贝利亚呢? 先把她的手张开 然后是她的脚 贝利亚的脚藏在了身后 那她的头在哪里呢? 原来藏在了胸口里 果然,这是贝利亚的奥特蛋 谢谢你,迪迦 把这个礼物送给你吧 这是什么呢? 这上面有贝利亚的图案 然后还有紫色的光 这,这不太好意思吧 那我就收下了 迪迦奥特曼收下了贝利亚送的奥特胶囊 那我就先走了 迪迦奥特曼想起 她原来还有一个奥特胶囊 她把奥特胶囊拿了出来 这两个奥特胶囊好像可以融合 左边是出道特曼的奥特胶囊 发出的是蓝色的光 她和贝利亚的奥特胶囊 应该是可以融合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哇哦,奥特胶囊融合 变成了杰德奥特曼 那你们知道 这是杰德奥特曼的哪一个形态吗? 小猪乔治也来到了汉堡店 他按下了红色的按钮 会出来什么套餐呢? 哇哦,出现了一个笑脸的 蜘蛛蛋 这个橙色的蜘蛛蛋里面会有什么汉堡套餐呢? 打开蜘蛛蛋,这里面有一只迷你的小恐龙 这里面还有一瓶面包超人的苹果汁饮料 除了饮料,这里面还有一个火腿包 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这两个好像是恐龙的脚 那我们来组装一下 那迷你的恐龙就组装好了 乔治一口就把火腿吃掉了 他还把苹果汁饮料拿给了恐龙 恐龙喝掉了饮料 突然,恐龙变成了一个变形蛋 这是什么变形蛋呢? 让我们变形来看一下 这是变形蛋的脚 然后这里是他的尾巴 他的头藏在了胸口里 出现了,原来是一只恐龙的变形蛋 他好像又对乔治表示感谢 恐龙带着乔治开开心心的玩耍去了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